以前舊的城隍庙如果依現在的祝福 都會在田明南路跟松阪路那邊 致力於松山文史培麗多年的鄭盛吉老師 專業生動的解說 帶領民眾認識台北府城隍庙的歷史 民眾也開心地與廟前廣場花燈合影 響應台灣燈會在台北 松山區公所與松山社大 特別舉辦西口走毒活動 邀請吳志慶老師及鄭盛吉老師 帶領民眾走訪松山慈祐宮 台北府城隍庙 松山市場等特色景點 認識松山區的歷史與在地故事 鄭盛吉老師致力研究宗教文化及傳統建築 對於贊助松山登區的松山慈祐宮 及台北府城隍庙有深入了解 宮廟除了是在地的信仰中心 也是傳統工藝的展示場 可說是民間博物館 民眾到廟裡拜拜 也可以多駐足欣賞 吳志慶老師從年輕時就勇於探索山林 挖掘各種精彩故事 藉著導覽也開啟市民認識松山的在地故事 除了精彩的西口走毒之外 社大與水利處還舉辦如此激系列活動講座 大家都收穫滿滿 也歡迎有興趣的民眾 持續關注松山區公所與社大的各項活動與課程 共同探索在地文史 營造友善生態環境 記者領席會台北報導